上来 没想到民进党立委洪生汉 竟然邀及专家学者 在记者会上扯说 台湾不缺电 缺的是节能 网友们就反酸 原来不花钱 就不会缺钱 为了执行非和家园政策 和儿的二号机 三月正式除疫 不过夏天来临 民生的用电量大增 台电紧急向民间购电 只是每度出价十元 在野党就怒呛 花纳税人的钱 真的没在手软 还没进入夏天 就已经很多了 社区大楼 会不会像我住的社区大楼一样 进入这种常态化的限电 不要让台湾民众 每到了五六七八月的夏季的时候 就开始对于电力 产生莫名的恐惧 因为很怕随时会溃线跳脱 然后完全没电 日前民进党立委洪生汉 找来专家学者开记者会 说节电胜于发电 但是台湾不缺电 缺的是节能 此花一出网友瞬间炸裂 原来台湾没有低薪 省点花就好 政府不缺电 但缺德缺脑袋 叫大家节能 比发电还重要 这就好像 之前有一个民进党立委 他要求大家 说到了晚上八九点以后 关灯 就不要做任何事情了 回家去生小孩 或是干嘛的 还可以提高生育率 这就是民进党思维逻辑 重点是 我们连电都没有 如何节能 2025非核家园所要达到的 较20%都是绿电 马英九执政末期 绿电占比大约是6% 而蔡英文到目前 也不过就是才八九% 那怎么可能到了 2025年的时候 马上增加10个百分点呢 2025非核家园即将跳票 新北市长侯友宜就批 理想很丰满 但现实很骨感 中央应该把能源配比做好 不缺电 才是完善的政策 接下来我是陈冠宇台北报道